时代广场 纽约的标志 纽约时代广场 已汇集众多百老汇剧院 电影院 和标志性的广告牌 而闻名于世 在这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 纽约跳动的脉搏 正因为诸多 像时代广场这样繁华的地标 纽约得名不叶城 十九世纪后期 时代广场成为了 纽约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 1904年 纽约时报建造时代大厦 正对着大厦的广场 最初被叫做朗埃克广场 但很快就被更名为 时代广场 纵穿第四十和第五十三节 横跨第六及第九大道 时代大厦的落成仪式 有盛大的烟花表演 自此 开始了时代广场 跨年烟火的传统 时代广场的诸多剧院 吸引了大批游客 因此 时代广场成为了 广告传媒的绝佳地段 在1917年 第一块巨大电广告牌 在时代广场安置 如今 各色广告牌 成为了时代广场的 一大看点 剧院 一直都是时代广场 最吸引人的地方 1928年 这里有76家剧院 同时上演 清歌舞剧 音乐剧 爵士舞和电影 然而 随着19世纪 30年代 经济大萧条的爆发 时代广场 陷入了黑暗 由于没有观众看戏 很多剧院倒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很多剧院 被脱衣舞俱乐部 和西洋镜取代 西洋镜 由若干服 可以左右推动的画片组成 观众通过透镜 观看放大的画面 同时 这里也是著名的 红灯区 和同性恋人群的聚集地 这里没有规则 所有界限都可以被冲破 20世纪末 随着经济的恢复 时代广场回归 并成为创造力 商机的代名词 人们从五湖四海 来到这里 感受这里 独特的艺术氛围 像贝拉斯科 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剧院 当然也在景点之列 这家剧院 于1907年开张营业 拥有殖民复兴风格的外观 和新乔治亚风格的内饰 新阿姆斯特丹剧院 于1902年落成 是纽约的地标性建筑 剧院的入口设计 非常有艺术感 整个建筑宏伟气派 内部采用新艺术风格装潢 新胜利剧院 是目前仍在营业的最古老的剧院 还有著名的宫殿剧院 那里曾有如 艾德永利 艾塞尔·巴里摩尔 和哈里·胡迪尼 这样的著名演员 登台表演 剧院区中心的狭场小巷 舒伯特巷 也非常值得一去 如果您想追寻明星的足迹 萨尔迪和乔艾伦饭店 绝对是个好去处 那里有明星纪念墙 除此之外 还有圣马拉奇天主教堂 这里是众多演员 舞者 音乐家 工匠和游客的休息区 在主教堂的下方 有一个演员礼拜堂 时代广场 还是音乐电视网 和美国广播公司的 总部所在地 每天早晨 著名早间广播节目 早安美国的信号 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简而言之 无论白天黑夜 时代广场 总有精彩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